好,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看看下一个部分 如何呢,新增笔刷工具 那我们看一下呢,我们的范例作品档这个部分 那范例作品档这个部分,它比较单纯,它是使用呢,现有的 那老师现在呢,教同学呢,怎么自己去制作 它的范例档的部分,它是希望新增这样一个小小的 好,老师把它放在给同学看一下 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笔刷工具 那老师现在跟同学讲,怎么去制作笔刷工具 好,那笔刷工具呢,同学可以在这边点选笔刷里面 那可以看一下有这么多种的笔刷工具 那当然还有套用的部分 那这次老师之前呢,帮我们的同事呢,拿来做的那个笔刷 那你看你点完笔刷之后,那同学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放大一点 好,那我们先新增涂层 好,那这样就可以呢,做成笔刷的部分 那当然要看一下它的透明度太淡了 好,可以做这个部分 那当然老师希望是说,我们看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照片 好,拿来做这样的一个笔刷工具 好,这样去来做点选 那当然这笔刷工具可以做很大 好,那如果呢,今天我们是把它放在底部 那我们把透明度调到百分之三十 好,那这样去看一看 那如果呢,太大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不透明的部分呢,再把它用淡一点 OK,希望能够,只是好玩做到这样一个效果 好,那老师把这个涂层呢,这上面的东西呢,把它删掉 好,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同学呢,我们先开启 先准备一个档案 那老师呢,在这边呢,已经做好了一个笔刷工具的素材档 好,这是 老师以前,我在美国 有一个国家公园里面拍的 那时候大家都乱拍一些东西 好,那我待会呢,准备把这个部分剪下来 所以同学待会要学习说,怎么使用多笔刑套索 或者是说,使用笔刑工具来把这个部分呢,来去做截取 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启 也是在Fivework里面呢,直接开启旧档 好 素材 这个部分 老师呢,这边 好,再做一次 好,我们这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 好,我们打开了之后 打开之后呢,在这边同学呢 直接在背景的地方,我们复制一个原来的图层 那我们把下面这个图层呢 不管你眼睛闭起来 或者是说你把它删掉,都没有关系 好,那看亮度的部分 如果照片的亮度呢 不够的话 同学在这边可以调整它的亮度 好,那这边呢,去调整它的亮度 那老师的原则上呢,把它打亮一点 那这样做起来呢,会比较方便 好,这边用完之后呢 好,那同学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好,那当然我建议同学找到那一种 你脸部的那一种图案的部分 能够大一点 好,就是说脸大概在这个地方或小 或是在任何的角落的地方 不要像我这个那么小 那老师特别选这张小的图案 好,教同学怎么做 好,那我们先把 用放大镜工具呢,把它放大 好,放大完之后呢 我们用手型工具把它调整 那因为这边有很多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去背可以几种 那种是套索,一个是多边形 我们大部分会使用到多边形 那但是因为像这边有很多圆的部分 所以就不好做 所以同学可以用笔形工具来做 那笔形工具呢,老师呢 先开始来做 那我尽快做 好 好 原则上呢,它已经有个起头 好 那这边呢,把它用LT键 比较圆的部分 同学这样会比较精确一点 好 那如果同学这时候觉得呢 还可以再放大 那同学还是可以再放大一处 好 大一点来做 会 然后实时搭配这种手型工具来调整 好 那接下来呢 LT键 好,这边还是有一点幅度 好 那这边呢,就比较 直接用点选的方式 好 好 那这边呢,又有一点幅度 好 老师 好 好 这边呢,又有一点幅度 好 这边呢,又有一点幅度 这边呢,又有一点幅度 那同学就有幅度的地方在做 好 或者就直接就拉下来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同学呢 可能做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 对 对 这边 我们去拍摊 对 小 好 好 所以 那 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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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地方把它缩小 我们再把它缩小 同学现在只有选取这个部分 那老师现在要把这个部分 本身去把它做成一个定义笔刷的预设计 选取完之后呢 看这个选取 那这时候呢 可以在这边做个命名 按它的编号是271 按完确定之后呢 同学再来点选笔刷工具的时候 就会看到呢 在最下面的地方会出现 好那现在呢 我们来试看看 把它回到呢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好那回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先新增图层 好那新增图层完之后呢 在这边我们先点选呢 到我们刚刚的最后一个271的部分 那这边呢271 它在这边 它这是它的大小 原来预设的大小271 那同学呢 如果呢 要把它变大一点的话 可以上来看一下 好那这边呢 可以不透明度呢 把它拉大一点 可以同学呢 自己选择看看 好这边 如果呢 还要再大一点的话 这里 好那原则上老师是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呢 至少呢 看得出来说 这个本身呢 这个笔刷呢 是由你自己做的 那同学呢 可以自己去调整看看 好那当然在这个图层的部分 我先试试看看 好看可以去做浮雕的效果 好 笔刷的部分呢 去做浮雕的效果 就看着不是很明显 好 浮雕效果不是很明显 那如果换成阴影的部分 同学可以此刻看 有阴影的效果出现 有阴影的效果出现 这个地方呢 阴影呢 同学可以换一下颜色 好 同学呢 可以自己上去调整看看 好那当然如果说要调整的位置的话呢 也可以调整 甚至如果要在这边呢 来做翻转的动作 其实也是可以 好在这边做变形 然后呢在这边做成平反转 好就翻转过来 好同学这个部分呢 可以试试看看 然后在这边呢 呃就是 新增笔刷工具 好然后呢把它上锁 好同学可以试试看看 好 好 感谢观看